11月5日台湾偶像组合RollipopF与香港歌手关心妍一同出席在香港SKY100举行的road show活动 采访中谈及日前陈冠希再次闹遇风波时 RollipopF四人均表示现在只有彼此之间的丑照并没有与女生的不雅照片 而小玉则玩笑称不雅照都已被删掉 目前我们四个人就是有想一下过去发现我们现在目前是没有 好不好我们现在顶多都是彼此四个人的丑照 对但是都没有还有没有跟女生不雅的照片 小玉有吗 我都删掉了 没有啦没有照啦没有照啦 另外关心妍终于如愿于明年1月20日在香港宏馆举行演唱会 近日身穿抹胸短情的她透露演唱会已经着手准备中 而身材方面也早已达到目标 其实因为演唱会在1月20号到现在还有两个月时间 所以已经减肥减得差不多吧 我觉得多了一点点可能可以吃多一点点东西 但是也不会增肥啦 我觉得要过了演唱会之后 就知道了 也不会想到这边 还是有一个分别人都知道 因为这边也不画了 发生了 都不画了 对本相机 是说你 政府连续 就是说你